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了解关于这些游戏的魅力 那现在就和大陆一起看下去吧 来自新城是由硬角网络开发 一款买断置的冒险游戏 玩家将扮演来自地球的调查员 来到了异星进行调查 并陷害了异星人V 于是我们将通过燕和V的视角来进行探索 一统揭开被封印多年的阿尔灵多文明 本作强了精致的3D建模 玩家可以自由地在场景中探索 寻找隐藏的宝箱和星辰 可以用来提升角色的技能和战斗力 战斗方面则使用了半回合式的系统 在碰到敌人后就会进入战斗 然后我们就能消耗角色的行动值来使用技能 而且还可以控制角色的出招顺序 其中还有连击和追击等可发动的攻击 不过这些就留给玩家慢慢去发掘啦 另外在敌人发动攻击时也可以看准时机闪避 来减少对角色造成的伤害 总的来说 作为一款恶犬风格的单击手游 本作算是一款很不错的作品 非常推荐玩家来试玩哦 使命召唤这款经典的作品 相信也是很多玩家第一款接触的战争题材设计游戏 而这款使命召唤 战争地带 毛宝也赶上了目前的游戏趋势 将这系列的作品带到了移动平台上 官方也号称本作是手游史上 真人玩家数量最多的生存游戏 可以同时支援120名玩家在线对决哦 那么除了加入现在主流的刺激玩法 还有其他多种特别的内容可体验 当然也能制定武器和角色的外观 然后在设计精湿的地图中进行战斗 此外 本作也加入了全新的跨平台进度功能 让玩家可以在现代战争3中共享武器 特遣队员的等级和战斗通行证的经验等等 想体验最纯正的地人称射击游戏 那就不要错过这款使命召唤战争地带啦 探险家艾伦是款揭了解谜和动作冒险的游戏 这款游戏的画风充满了美式漫画的风格 玩家将扮演一名探索家主角 艾伦为了救助她那被囚禁的妹妹 而她上旅程去探索一个充满野兽的危险星球 游戏有点像是那种带狼大晋级的平台玩法 你需要善用闪避来躲开敌人的攻击 然后利用武器的道具来击败他们 接着就需要去揭开各种机关和谜题 克服重重的困难 躲开陷阱等等 还要与那些大型恐怖的boss战斗 在通过了这些关卡之后 能否成功救出妹妹呢? 游戏整体的场景画面都还算精美 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玩法蛮有趣的 想知道艾伦最后是否能够救出妹妹 那就来到这里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吧 你是否喜欢密室系列的沉浸式解密游戏呢? 是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款盒子丢失的碎片哦 本作有着和密室类似的解密玩法 采用了真实的3D建模和画面渲软 加上敌人称视角跟真实的操作体验 都让玩家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且也融入了大量突破传统的解密元素 游戏中你将扮演一名传奇小偷 在吃任务中偶然来到了神秘的豪宅 就这样你被困在了这里 被迫寻找逃脱的方法 你可以阅读桌上的信件来了解故事剧情 然后仔细研究桌上那精致的机关盒子 通过滑动、点击等方式来解开机关 享受到丝滑的破解体验 而这些精致的盒子 通常都有这令人意想不到的打开方式 倒入觉得本作的解密难度不算太高 但如果你卡关的话 还是可以利用提示来帮助你通关哦 推荐给喜欢解密游戏的玩家 Black Stella Ptolemyer 这款RPG游戏 背景设计在经历了多场灾难的东京 讲述在2033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崩塌 导致许多魔物从深渊出现并袭击人类 同时也让东京里的人无法逃出外界 那么我们会扮演一个小队的指挥官 培养能够与魔物对抗的部下 与他们展开各种挑战并揭开增下 战斗部分则强了回合制系统 可以透过收集角色并调整阵容和顺序 利用属性相各等要素来有效的打败敌人 每个角色也都有对应的定位和大招 还提供了多种武器可以使用 以及像是可以提升属性的记忆卡 跟增加角色防御的视频等道具 在体验下来后 大陆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玩法 以及独特的角色风格还是蛮有看头的 喜欢的玩家就来尝试看看吧 表玩鸟是款动作RPG游戏 玩家将会扮演一位年轻的女性主角 在一个充满魔法的大陆上展开冒险 本作基本上就是一款闯关战斗的游戏 你在游戏中会操控主角与敌人战斗 学习和升级各种酷炫有用的技能 另外如果背景是在魔法大陆上的话 就当然是可以学习到各种不同的魔法啦 在对敌的时候将魔法和武器并用 就能更加有效率地清除敌人 不过在面对boss的时候就要小心 尽量在躲开攻击的同时给他们更多伤害 游戏画面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游戏 操作也简单 玩起来却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喜欢的话就来下载一天看看吧 不知道这里有SCP基金会的粉丝吗 如果有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 SCP-173实验对象吧 SCP-173实验是款恐怖一致生存游戏 讲述了173逃离了实验室 并将SCP基金会的人员全部杀害 那么作为囚犯的你因为被困在牢房里而躲过了一截 但不代表说你就是安全的 那你最后是否能够成功脱离173的魔掌呢 SCP-173是一个有混泥土和钢筋建造的可爱雕像 它可以自由地移动并具有高度的敌意 但幸好需要与它对峙 它却变得无法移动 玩家在游戏中需要到处收集逃生线索 同时还要一边小心173的追捕 利用它的特性来暂时躲开危机 你是否有信心和173斗姿斗勇 打开实验室的大门并逃离呢 想知道的话就试玩看看吧 Miracland Saga是款幻想风格的MMO游戏 这款游戏将带你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 体验到关于科技与魔法的冒险和挑战 游戏中你可以选择四种独特的职业 分别是龙炸士、神域、双星和灵拳 每个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和技能 让你能够根据喜好和风格来打造专属的角色 你还可以雇佣随从一起合作战斗 利用它们的能力来增强你的实力 游戏中还有多元的技能选择和专精系统 意思就是说玩家可以组合出自己的战斗风格 体验无限连击和流程的战斗过程 当然游戏还提供了丰富的玩法模式 像是你可以和其他人组队或竞争等等 喜欢的话就来感受科技与魔法的魅力吧 Afterlife The Project是款比较特别的游戏 玩家将会在游戏中以地人层的视角 来探索这个会让人感到神秘的世界 一开始你会从一个超级神秘的基地中 以克隆人的角度来操控自己 在那里到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克隆人 玩家做的就是去收集有用的信息 了解这个有着神物实验基地的事情 并努力地从这个鬼地方生存下去 因为基地里到处都有实验失败的生物 所以你除了要躲避这些危险的敌人 还需要去揭开各处所提供的谜题等等 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冒险类游戏吧 感兴趣的话就来到游戏中 了解这些实验背后的真相吧 奇异原异是款抑制解密类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交易来到名为 安德米尔的小镇 经营植物商店 并通过到电外探索来寻找新的植物 然后研究它们的效果并加以利用 你需要聆听客人们的需求 并寻找适合他们的植物 当然你会邂逅各种神秘的客人和组织 像是小镇里的女巫团和异教徒 而你所做的选择都会影响故事的发展 此外你在游戏中还可以体验到 经营和收集等玩法 有些资源中文而且还可以辱猫哦 在神秘力量面前 你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智 想知道的话就来到奇异原异一探究竟吧 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就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个赞 分享和订阅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by bwd6